《小子观》 我们继续讲 《小子观》 173页 种种诸法中皆已等官入 解惠心即然,三界无伦批 种种诸法之中 这一切法里面 这位在临间静坐的人 习禅的人 都以等官 等官,平等官 平等官,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虚妄分别取着 这叫等官 以等官的字眼而入 指入于诸法的实相之中 这入是指入那诸法 解惠心即然 有解惠,解惠就是惠解了 心中有惠解 而且又即然 解惠就是惠 即然就是指 也就是定了 所以 有智慧又有定力 又有禅定 那 这个 禅定解脱 这个解惠是 这个解是知解的解 了解的解 这个惠解啊 的智慧 的智慧跟 极然的定心 都有了 那 这样就是三界无伦皮 这个三界 这一切的众生呢 都 没有办法跟他比 这伦的意思是类 伦是类 也是等 这等就是跟他同一个level 的意思 所以 批就是敌啦 批敌 所以三界中 没有人跟他一样的平等的地位 也不能跟他批敌 看这个诗文 若人以下 至最上无以等者 这二句 乃是赞美此法之人 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因为其能喝淡如来加也 以悲至二法 色受众生 什么是如来加也啊 这很简单的话 这佛的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家当 那就是一切法 一切的佛法 就是如来加也 佛的一切佛法 一切法宝 就都是如来加也 乃至于一切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都是他赚来的嘛 所以叫做 如来加也 以悲至二法 色受众生 故于世间之中 最为尊贵 最为高尚 世人就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等 这四论就是指大制度论 这个大制度论里面说 弦作临数间以下的四句 这下是以下 明修从甲入空 从甲入空观 万善因缘 功德不可思议 什么叫从甲入空观呢 甲就是幻甲 从幻甲就是观一切幻化 幻化 所以就不实在 不实在 所以就是虚假 所以叫幻甲 所以观幻化 也就有甲的意思在里面 那从幻化这个甲观 入于空观 空观是什么 空观就是没有实体不可得 空就是没有实体不可得 通常修假观也就是修幻化 那就会起悲心 为什么 因为众生都不知道如幻 所以都把他当真的 所以就盲目的追逐 那菩萨以此官了 就觉得太可怜了 所以就起悲心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所修的最重要是什么 如幻三昧 所以大悲观之音菩萨 就是因为他修如幻三昧 得最高成就 然后 从假入空呢 然后起了大悲心以后 再修空观 修假观起大悲心以后 修假观成就 幻甲幻化 如幻三昧成就 再入空观 入空观呢 就开始修空观 就观一切法无实体 不可得 无实体不可得 所以呢 就得解脱 为什么 因为不可得就不去得他了 不去得他 就怎么样 贪爱断 因为 没有东西可以得啊 看到不可得 没有东西可以得 所以 他 因此自眼开了 就贪爱断 因为 成这个空观之力呢 见一切没有实体可得 所以贪爱断 贪爱断得大智慧 就得解脱 得大解脱 所以大解脱就是智慧了 对不对 那因为智慧就可以破什么 破烦恼 破无明 那烦恼 智慧可以破烦恼 那么烦恼里面最难破的是什么 就是无明 那无明是一个抽象的 它的具体而言是什么 就是贪爱 所以无明是贪爱的本体 但是它不是那么明显 它的本体 它的本体是无明 它所现出来的作用跟像 是贪爱 这样子 这样子啦 做一个比喻喔 这个只是 让你好气 也好玩 这是什么 乌龟呢 千年大乌龟 常生不老 是什么 它这个体 这比喻很妙 乌龟的壳是很硬的 对不对 所以无明很硬啊 是吧 所以它体是无明 真正产生作用的是什么 是它的头 乌龟头 是吧 用贪爱 所以 这个无明体啊 是不能做什么用 唯一的用就是让 这个乌龟头收进去的保护它而已 所以 然后它能够做种种贪爱的作用 都是因为有这个无明体 这样子 好吧 所以 智慧 破无明 对不对 那 可是破无明主要就是要破它的贪爱 所以 破用 破贪爱之用 破用 用破完了以后再破它本体 这本体是它老巢啊 对不对 以外它说进去了 那你破不到 所以这样子 所以智慧破无明贪爱 那贪爱是现行的在作用 那贪爱是现行的在作用 无明是种子 是根本 它是本体 所以刚刚 因为幻甲 修幻甲幻化 然后 看众生都不知一切如幻 而妄自需求 而起大悲心 然后 得如幻三昧 起大悲心 嗯 然后 再 以如幻三昧 这个三昧力入空观 观一切无有实体 了不可得 因此生出智慧 就总破一切烦恼 总破一切烦恼的体跟用 这样 所以得大解脱 大自在 这样 所以 观 自在 观 起大悲 大悲观世音菩萨 无有少法可得 得大自在 有少法可得 就有挂爱 是不是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等等 是不是 那都是因为 那都是因为 彼佛叫我修如幻观 对 入三摩地 对 对 因此在修这个空观 我们 就生出大智慧 大解脱 大自在 所以 解慧是慧 那么 是智啊 然后 既然是定 所以 有定 有会 有定 因此三界没有办法 这个 轮比 好 贤 看这个诗文里面第四行 贤就是空贤 那 坐就是安坐 安坐 安坐就是静坐 贤坐即是远离溃闹 这远离溃闹 这个是圣贤人才做得到啊 但是 众生 一般凡夫呢 都是要追求溃闹 就 越热闹的越好 对不对 越热闹 越刺激的越好 那 所以 心就越动荡 越好 对 所以受不了这个心 不动荡 你知道吧 那 也是更加受不了 环境不动荡 所以去玩都是 很热闹很吵的地方 然后 这个像 什么云霄飞车啊 哇 很刺激啊 这个心都跳出来了这样的 然后现在 尤其是现在 这近代 更加 不是 适合修禅定的时代了 你看 说到Pub去 哇 那个 去过没有 吵得半死 我是看电影里面看到了 那么吵 烦死了 对不对 可是 可是你知道吗 在那里面的人 好像 如 如鱼得水一样的 非常的自在 得大自在 这样的 在愧闹中得大自在 嗯 嗯 嗯 那个叫什么 Fill at home 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冰至如归 这样的 哼 所以 所以 因为心里面烦恼 多 烦恼大 所以啊 跟这愧闹的环境相应 啊 林树间就是远离城市 能看破世界 不与人相往来 啊 那才能够远离 呃 呃 城市 住到临世间 临树间啊 啊 即灭 即燃灭诸二 这一句呢 即就是即进 燃就是安然 嗯 这不对啊 燃 即燃是在一起的啦 啊 即燃是在一起的 很 燃的意思是 这文言文是 的样子 文言文单字解释 啊 燃是什么什么 的样子 这是形容词的时候 是这个意思 付词的时候 就是地 这样子 啊 比如说 孟子有一篇 讲说 其人有一妻妾而处事者 有没有 啊 那 诶 诶 那 那 知道不知道这一篇 其人之乐那一篇啊 啊 就那个其人有一妻妾而处事者 然后 呃他平常就 到外面去喝酒 吃肉啊 然后 那 喝得最欣欣的 然后就很得意的 思思然从外来 这思思然就是很得意的样子 思思然很得意 啊 这个燃的样子 冷燃 就是很冷的样子 奏燃 这就是副词啊 突然地 这样子 所以这个燃不是 不是安然的意思啊 燃就是得样子 啊 灭诸恶 即能生诸善 灭一切烦恼 生一切众善 就是不与烦恼相隐 啊 淡薄得一心 即是一心赞然 讲到这个淡薄得一心啊 我就想到那个谁啊 陶淵明他很淡薄 对 然后陶淵明呢 他不以无斗米则妖 对不对 那 有一个人讲经说 不对 不以无斗米则妖 这样子的话太不能忍辱了 他是站在这个儒家的那个传统的历程来看 可是陶淵明 他算是读书人 但是他喜欢道家的东西 所以他喜欢淡薄 好 我要再看 当之我等众生心缘亦马 东奔西迟 近日与烦恼相应 何能淡薄一心 这写得不错啦 当之我们众生啊 心缘亦马 一下想要这样子 一下想要那样子 一下想要那样子 东奔西跑啊 整天静日就整天 整天跟烦恼相应 这个相应很有意思耶 相应就是什么呢 他叫一声你就硬这样子 所以烦恼叫一声那你就硬了 我小时候的时候 小朋友常常来喊我一起出去玩 我妈 因为一叫我就走了 我妈就会说 她常常讲这句话 说 人叫你不听 未叫你就怕 但是虽然这样子 我还是一样勇猛精进 人家小朋友一叫我就出去玩了 所以烦恼相应 烦恼一叫 我们众生就会硬 所以烦恼一叫 所以烦恼一叫 哎 某某人啊 你说 哎 怎么样 我们一起玩吧 他说好啊 就烦恼一起玩了 好 接着 随着就相应了 这个 这个相应 的意思就是 互相应嘛 对 这样的 所以互相 因为来电 所以会硬 对 何能淡薄一字 淡薄一心 所以心都是常常都是 凡乱的 勿须端坐念实相 方能克持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 所谓 身体即手足 即然安不动 其心肠淡薄 未曾有散乱 就是这个意思 失乐非天乐 言其世间快乐 与初世快乐相比较 有凡胜之差 天渊之别 世间之乐 是有漏有违 就是生灭的 终有败坏 而初世间之乐 是无漏无违 无违就是不生灭 终无有坏 所以说 失乐 非天乐 非天乐可比 即了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即灭为乐 就把它引起来 诸行无常 一直到即灭为乐 这一个祭址 这个祭址就是 释迦菩萨往昔 为了半句祭 一半的祭址 而向罗刹 罗刹王 这个求法 投身 为虎 不是为虎 就是投到牙里面 然后要自杀 然后要给那个罗刹吃 不过那个罗刹是 事体完语变的 而即灭之乐 迥非人事 天上之 生灭乐可比 明从甲入空观者 即是此意 人求世间力 下面是句 正显凡夫愚痴 迷真逐妄 任贼为子 将须作食 因迷惑故 不但不求艳离 反而贪求念念不舍 或奔走君政界中 以求明闻 或营业经商 以图财力 所以这个 宝敬大师 他这个也很敢写 奔走君政界中 以求明闻 事实上是这样 然后 营业经商 以图财力 于世间五欲六成之中 色种种祭 贪求无厌 欲其受尽人生的快乐为目的 誓不知乐是苦因 非是安稳之法 所谓 所谓下面打一个上引号 诸欲求时苦 得时多部位 失时怀热恼 一切无乐触 下引号 就诸欲 种种的欲望 你求的时候很苦很难得啊 那等到得的时候 得到的时候又很多部位 什么 就怕他失去 然后 失去的时候呢 就怀热恼 然后 所以呢 在求的时候苦 得的时候也苦 失去的时候也苦 所以没有不苦的 乃至于什么 乃至于世间所谓的爱情 也是这样子啊 你说 那只是写小说的人把它写成那样子啊 你说恋爱的时候很快乐 是吗 嗯 对不对 种种折腾 对不对 乃至于这个 这个女孩子故意耍你 对不对 啊 然后 要故意给你苦头吃 啊 然后 两个人嘛 也是常常吵架 对不对 啊 然后一吵架的话 又更苦了 是啊 所以 好 求不道的时候 那叫什么 姚乔淑女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 怎么样 辗转反侧 所以 很苦啊 然后得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又更苦啊 因为什么 女孩子不好搞啊 对 这个 问题多的事 毛病多的事 啊 然后 那一个大男孩 大男孩呢 就常常 被一个小女孩 就搞得糊里糊涂的 分头转向了 永远也搞不懂 啊 失时怀热恼 然后失恋的时候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啊 一切无乐趣 这一切啊 求时无乐 得时无乐 失时更无乐了 啊 所以 呃 一切世间不可乐 啊 所以佛说一切世间不可乐 所以 绝对不要相信有什么百事可乐 呃 百事皆不可乐 接着 今云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啊 众生无知 于三界火宅之中 不知不觉 不惊 不不不 反而在其中呢 互相的斗争 与强凌弱 终日为明文是求 为金钱是贪 嗯 对 对就是这样子 啊 但虽然知道 有些人是觉得 虽然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 还是不能不这样做 嗯 因为夜袭力的关系 啊 贪爱夜袭啊 且不知何者是火 啊 你知道说不应求 就已经不简单了 可是一般的世间法 都是肯定这些东西是 可求而且应求 对不对 认为 人生就是为了这个 啊 得了千秋万古名 啊 然后 这个叫什么 嗯 永恒的啊 名望 啊 然后金钱 当然更是追求的对象啦 啊 且不知何者是火 何者是宅 但一致追求快乐而已 地名于火宅中 何亦春蚕之作茧 至蚕 至蚕 你看这个蚕真的是很奇怪 哦 这是很特殊的动物 对不对 哎 那 他就是这样子 哎 你看 把自己蚕起来 那 怎么这样子呢 很奇怪 那还有一个动物也是很奇怪 我们 刚刚有讲说蚕有没有 树上会叫那个蚕啊 那个蚕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啊 他如果 他只活一个夏天 对不对 只活一个夏天 然后就产卵 然后卵呢 就 就 这个 掉到地底下 然后就埋在土里面 多久你知道吗 六年 这我是看那个Discover 那种 六年 然后才开始又说话 然后 然后 假如他不被 被 被那个土拨屎 土拨屎吃掉 或是被鸟吃掉的话 然后 他就 就好像也是做了一个 一个蚕卷一样 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 变变变变变 他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 然后变成什么 就是六年以后 又是一条好汉 真的是一条好汉 他六年以后 他破茧而出 就是一个毛毛虫 然后毛毛虫 跑到树上以后 然后 时间到了 他就变成蚕了 这很奇怪 然后 好不容易 挨了这个六年的时光 结果 只在夏天 叫了一下天 就又死掉了 所以他等于是说 死的时间比活的时间要长 是不是 这不能相比啊 真是奇怪 所以 所以这个禅 比 那个禅 树上叫那个禅 跟那个春禅 那个禅 相比 实在更加是莫名其妙 对不对 不过 两个都很莫名其妙 那 可能树上那个禅 更加的莫名其妙 所以 他就一定要 把他那个 一个夏季的 这个生命 发挥到极致 然后拼命的 好吵 对不对 叫 这个 提醒大家说 我活着啦 我活着啦 你知道 然后我们小时候啊 就觉得他叫的很好听嘛 所以啊 隔太远了 所以我们就拿了竹竿 很长的竹竿 然后弄了一点黏黏的东西把它黏下来 你没有抓过禅 然后拧下来以后 然后就装在瓶子里面 就慢慢欣赏他的叫声 那有的孩子就很糟糕 就折腾他 你知道 把他玩死掉 呵 好 接着 何益春禅之作茧 自缠自缚 你看 这个 众生界就是这样子 很奇怪 但是 你看看吧 我们众生 种种追求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 你没有 汽车的时候 你觉得很不方便 对不对 但是 你拥有了汽车以后 就被那辆汽车拥有了 对 同样的吧 你没老婆的时候 那就很无聊 对不对 可是有了 有了老婆以后 就被你老婆拥有了 就缠住了 那老婆 就不是 不是禅检 它是那个 西游记里面的那个 蜘蛛精 好 一如灯蛾自铺火 自碰自烧 背福 就好像灯蛾扑火 自己去碰自己 烧自己 背福 福 这个念要念福二生 不念悲夫 这个是鱼尾注辞的时候 不过鱼手注辞的时候 也是念福 众生颠倒可称圣语 这众生颠倒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圣是厉害 那一再控弦以下 的句子 言其出生有路 出生 加个死 出生死有路 也就是说有办法的 是可以出生死的 灯涅般有门 不自为火所烧 永受痛苦 那衣即子出家人而言 为发心出家 七心向道 穿不过 初步破那衣 穿 在穿衣服方面 不过是 初步的破那衣 十 改个顿号 不过青菜淡饭 也不一定嘛 我们有时候也吃家里饭 住者三言辞窟 水边淋下 为七子处 以其中日敬夜 为佛试念 为道是求故 一天再晚就是 只是念佛求道 动子心长一 这句话是说 此即是子 就是说 这就是子 义嘛 所以是定 自以智慧明官诸法实相 这就是官 自以智慧明官诸法实相 这就是修官 然后 动子心长一 这就是修子 这就是修子 约 一报跟正报而言 这个 这约的意思就是就什么什么而说 约 就什么什么而说 以习波诺之志 看穿了表面的一切假象 所以把诸法的实相 还原他的实相 比波诺的慧言动达实相 实相 就是无相 无相 无相是什么 就是没有一切虚妄之相 叫做无相 没有一切虚妄之相 因世间一切诸法 虚从因缘而生 无有志向 无凡夫早有之相 无二圣至空之相 无菩萨之二边相 亦无全圣大士之诞中相 无相之相 这就是实相 所以 这实相就是离一切幻相 离一切幻相 所以把它称为无相 但是你要晓得 所谓的无相 不是什么相都没有 而是他还是有一个相 只是没有 也就是有一个实体 但是那个实相 没有幻甲之相 就好像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所以无相 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只是没有虚妄之相 称为无相 那空 那我再讲一次了 什么叫空呢? 空就是说 对不对 比如说 口袋没东西 口袋里面没钱啊 就是口袋空 对 房子里面没有人 没有东西 叫做房子空 可是房子空 并不是说没有房子 对不对 有房子 房子里面没东西 脑袋空 不是说 不是说没有脑袋 有脑袋 只是里面没有装脑汁 或者里面有豆腐脑 这样的 就称为没脑袋 所以同样了 这个 一切法空 不是没有一切法 而是 而是 这一切法里面 没有装 一些 这个 乱七八糟的东西 究竟而言 所以叫一切法空 好 看下面 十相无相 即是空义 十相无不相 即是假义 十相无不相 的意思是什么呢 先讲十相无相 十相无相 就是说里面 没有什么虚妄之相 所以称为空义 十相无不相 就是说 十相呢 是 算是十相 但是他能够 所有的相 他都能够显出来 无不显 那 所以叫做假义 十相无相 无相不相 不相 不相无相 即是中义 哇 这糊涂了 十相无相 无 相不相把它引起来 无下面加一个上引号 相不相的第二个相下面加一个下引号 无相不相 然后下面不相 下面那个无相两个字把它引起来 所以无相不相 不相 不相 无相 这就是中义 那 那 丁云 又妇于法无所行 而观诸法如是相 故于种种诸法之中 皆以等观入 如修空观 则 一空一切空 甲中俱空 一空一切空 甲中 甲下面打一个顿 连甲跟中也都是空 所以你修空的时候 空甲中都空的意思 那如果修甲的话 一甲一切甲 空中俱甲 空跟中中间打一个顿号 所以你修甲的时候 空甲中都是甲 这样子 然后修中的话 一中一切中 空甲 空顿号 甲俱中 就是空甲中 也都是中 就是中外无空甲 空甲外无中 这意思就是说 你修空观的时候 空甲中都是空的 都观它全都是空的 因为这个都可以通 然后修甲观的时候 空甲中也都是甲 好吧 你修空观的时候 空甲中都是空 因为空固然是空 所以空是空 甲也是空 因为甲是幻化的 对 幻化所以是空 那中呢 这个中是一于空甲的中间 那空甲都是空了 中也是空 一样 听到吗 接着如果修甲观的时候 这个甲固然是甲 对不对 但是空也是甲 因为空也是幻化出来的 自心本性所幻 所以空也是甲 那中也是一样 这个由幻甲而出 自心所幻 所以一切如幻 所以空甲中 既是幻 既是幻 既是幻就是既是甲 那 中的话 这个 你修 这个中观的时候 这个中 固然是中 但是 这个空观呢 因为 以实相而言呢 它也是一种中观 这样的吧 因为 中的意思就是 它是实相 它就是没有偏颇 那你智慧造了的时候 这个空也是中 甲也是中 这样的 好 那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如果误了的话 你怎么说怎么对 你若没有误的话 你怎么说就怎么错 就这样子 都可以说得 都不可以说得 好 所谓的智慧方便吧 好 举一即聚三 言三即是一 三一不二 三一就 三下面写一个语 三与一 都是不二的 好 所以称为平等观 也就是 圆观 好 回向 愿消三丈 出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